大家好,我是小江,现在在这个西瓜Play的现场 然后呢,这里有一本这个抽奖的一个本本啊 在这里玩游戏,玩一次的话,他就给这上面盖一个章啊 我们盖到章之后呢,就可以去那边抽奖 抽奖的话有无人机啊,电视机啊,还有那些什么扫地机啊,那些很多的啊 现在去玩游戏去盖章去了 8分 8分 上不了榜 这边有很多小游戏,每玩一次都可以盖一个印章 这个是纳紫机啊,丢那个弓箭镜筒的 待会一个个去玩啊,准备多一点盖章 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去下面抽大奖 在我参加了N次游戏之后,终于集了30个盖章 就等7点钟下去抽奖了,要7点钟才可以抽奖 先来西瓜补给站,补给一下零食 这里有水啊,有饮料 有泡面,有零食啊,只要不浪费都可以随便拿 小松饼饼干,拿把薯片,细节做得很到位,就连矿泉水上面都是印着西瓜的 搞了两桶泡面,还有点零食,先装到晚上吃 抽大奖开始了,就在这个船上,现在还得排队 我要多领点奖品,然后带回去给老婆 好丈夫,真的是好丈夫 老堂来的比我早啊,他昨天晚上就来了,你昨天晚上领了什么奖,老堂 我昨天在那里面已经抽过一个了,就抽了一个小抱掌 小抱掌,那也不错了 但是我的目标是大奖无人机的嘛 抽个箱子电视也可以啊,是不是啊 可以,目标一致,来 对对对对 嗯,达成共识 伤心了,兄弟们 排到我的时候,大奖都被抽完了 看到别人拿的那个无人机,大电视,VR眼镜 还有那个什么扫地机器人都被拿出去了 然后呢,大奖都没有了,我今天就暂时先不抽了 因为这个本本呢,他就只有一本 如果今天抽的话,他就没有了 明天的话,他这个奖品还会刷新的 就是说又重新会有无人机,大电视,VR眼镜那些 所以我要等到明天,等他奖品刷新了 我要第一时间来这里排队抽奖 竟然碰到小杰哥了,抽到什么了 抽了这个假压本,你也去试试手机 我不去,我要等到明天奖品刷新了 我再去,我要抽无人机 嗯,我要抽VR眼镜,要抽大彩电 VR还可以更新的 对,他每天都会更新的 嗯,这个本本抽了就没有了 你这有多少票 我现在有40票,20票抽一次嘛 我有两次机会 是吧,今天抽了 那明天这个本都空了,都没有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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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赶紧去排队啊 叫上我,知道吧 我6点半我就去排明天啊 我不像今天这样子7点去排了 7点不行的 安排安排,重大点啊 现在就先去吃饭了 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 都差点二晕了 都是吃自助餐的 海鲜,海贝,啥都有 面包,汤粉 在众多美食之中 我就选了这几样啊 主要是能吃饱就可以了 吃完饭了 跟老汤跟樊医生啊 过来阳朔这边逛一下街 对 来到这边的话太惊讶了 一眼看过去 全都是人头人山人海的 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多人 知道吧 我们上海人还要多 上海也不是 现在虽然是贵族的一个阳朔 下面一个小县城啊 但是已经赶超国际大都市了 哈哈哈 这边人很多 真的是超级热闹的 而且随便一站 就是一个打卡拍照点 排坊进来的桥边上 还有这个风铃许愿牌 不知道这位玲玲小姐姐 有没有找到你的真爱了 这边很多这些土特产店 不知道这边阳朔的特产是什么 想买一点特产回去给老婆 进来逛了半圈 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个糕点店 而且试吃了一下 味道也还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特产 一盒要68块钱 不管那么多了 先买一盒 这个老婆肯定爱吃 在阳朔看到这些雕线跟孙悟空 可以和你拍照的 一定要小心了 特别是带了小朋友的 你路过的时候呢 他会主动邀请你一起拍照 拍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要收费的 当你拍完了之后呢 他会偷偷拿出一个二维码来 叫你付款20 大家听清楚了 这个20 他并不是说20块钱拍一次 而是20块钱一张 今天晚上我的朋友就差点被他坑了 拍了六张照片 20块钱一张总共就是120块钱 还好我的朋友他聪明 立马就把照片给删掉了 没有上他的当 这里有个爱你一万年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 好多人都进去了 在外面一团烟雾啊 不知道是什么的 很多人都往这里面进了 结果我们进来之后呢 这里面就是一些购物的 而且的话还不能从这里出了 必须要从那边才能出去了 好奇害死猫啊 我还以为进来这里是什么好玩的 骗进来的 骗进来的 我们一个洞窗 很漂亮 人家又没叫你进 是你自愿进的 他上面说 今天不说很漂亮 我以为 很多现在的地方 他中了这么猫的 还有一些在后面可能说免费参观 你进来其实就是卖问题的 对对对 杨硕真是个好地方 随便一个角落 就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 碰到这个打卡点我就尴尬了 我有没有责任呢 有没有责任 责任很大 忘了一圈就准备回去了 啥也没买 然后呢就给老婆带了这个特厂 手工厂 酒 回到酒店了 我要先给老婆打个电话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